12月26日,国台办举行例行发布会 发言人马晓光表示 大陆发生的非洲猪瘟疫情趋于平稳,总体可控 并指出台湾民进党当局近期炮制对大陆的不实指责 意图煽动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不满情绪 自今年8月,大陆发生非洲猪瘟疫以来 相关部门和地区采取了有效措施 严格开展疫情的处置 目前疫情趋于平稳,总体可控 疫情发生以来,大陆的海关 通过禁手机,禁客舱,禁车厢等实际活动 加强口岸防控的宣传 那么提示旅客遵守入境地的相关规定 迄今已经发放了3.5万册宣传单 6千万条提示信息 在这里我还要指出,明南当局近一个时期 炮这些不实说法 说什么大陆隐移疫情,说什么大陆防疫失控 我想这完全是不实指责 是故意炒作,是借机发挥 意图煽动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不满情绪 有台媒称,尽管大陆方面对旅客发出6千万则的短信提示 但仍有陆客或陆配通关时被查出行李内的生猪肉或猪肉制品 带有非洲猪瘟病毒,并因此遭受处罚 同时这些陆客表示,在大陆没有看到非洲猪瘟的相关报道 所以才误带产品进入台湾 对此马小光表示,受罚民众称不了解宣导是媒体一面之词 大陆海关方面已经做出了努力 至于说游客个人,那是他的个人行为 至于说你说的这些受罚的民众都没有得到选导 那是你得到的一面之词 我们这个东西不好作为一种基本的论据来提出来 总之,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 疫情对两岸同胞切身权益造成伤害 所以尽管现在两岸的公务部门的渠道和沟通 由于台湾方面的原因不能正常的运作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两岸双方大家各自努力 来加强疫情的防控 来减少对两岸民众权益的伤害 此外,马小光还对海协会原会长陈云林 赴台会见老朋友遭台当局阻挠一事做出回应 陈云林先生,赴台调研江炳坤先生期间 希望有机会看望为两关一和平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些老朋友 即使出于基本的礼貌,也是人之常情 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 他未能如愿 我们对此也感到遗憾 那么我想台湾有一些人 这个浑身充满了政治细胞 已经沦为了政治动物 他们不懂得什么是高山流水玉之音 他们也不相信人间自有真情散